作為記者要訪問我的過程中 他們沒有時間去準備問題 但每一條問題都令我答得看似輕鬆 但其實很難, 因為他們的問題挺尖銳 受傷的感覺你覺得是怎樣的呢 絕對是痛苦, 因為受傷 在過程中除了痛之外 其實在康復路上的過程中 都是一種挺難熬的日子 因為不能練習, 要休息 亦都是一段長時間 令自己的狀態都會下跌 所以都是挺豐富的 在以前的影片看的你 和現在的你好像有一點不同 在身形上不同的分別 從前在一個職業運動員裡 我們都注重飲食 也有很多運動的分別 令你的燃燒脂肪等等的事情 都會多了 但退了一夜之後 這些都會減少 很強大的氣勢, 攻凝過來 我想了很多問題都沒有說出來 你比賽當時有試過受傷 是最嚴重的一次嗎 有, 要用担架台來場 被人踢到頭 最後在醫院裡連了11針 你喜歡現在的工作嗎 我喜歡的 因為我始終在退了營之後 我從事的工作 所有的聖質都是離開足球兩個字 例如自己營運足球學校 做教練 在電視台講球 全部都是足球 你起初是怎樣接觸出球的呢 跟你們一樣 在學校裡面有不同的體育運動 我在中學的時間 就跟同學放後去踢球 看看漸漸地外上運動 例如去參加 一些本地球會的招考青年軍 然後就入了行 問他們做運動員最開心的是甚麼 我相信就是你付出了你的時間 體能、鬥志 經過一番的心奴之後 你以達到你想要的目標 那種的成功 你為甚麼會選擇做足球守門員 我覺得守門員這個位置 變成一種最後一關的感覺 還有就是 那個門名的英雄 隨時做好準備 因為機會來的時候 沒有人會知道這個機會是否屬於你 但是你絕對有充足的時間 去準備自己的時候 可以裝備得到 這個機會肯定你可以去參賽